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梅的生态小院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十月末了 经过两次轻微霜冻的菜园里还有什么收获呢? 一起来看看吧 同好现在正当时鲜嫩美味 并且没有什么病虫害 非常值得一种 还不怕会因高温造成抽苔开花 每次掐掉顶部的嫩尖 旁边会发出更多的嫩尖 因为如果没有加热的温室条件下 在这里并不能过冬 所以一定不要舍不得吃 尽管吃就好 香菜现在也长到了可以收获的程度了 现在的叶片还都直立生长着 不要连根拔起 只采摘旁边的叶片来吃就好 在我们这边室外是完全可以过冬的 只是冬天的时候 它们的月片会张开平铺到地面之上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保暖 过冬和吸收更多的阳光 如果有一层小温室的话 叶片也会直立生长的 芹菜现在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静感非常鲜嫩可口 这棵芹菜是去年过冬的 年年自己长出来 都成了多年生的芹菜了 不需要温室也可以过冬 还种了粉色的品种 虽然颜值很高 但是纤维太多口感并不好 和芹菜一样 这个时候的Ochin Parsley也是非常好 静感鲜嫩叶片翠绿 做肉的时候添加一些 立马感觉提高了几个档次 并且它还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A和C 吃不过来的可以晾干 做出调料食用非常好 韭菜更是不用说了 是最最忠实的蔬菜了 需要的时候 它永远在那里 现在想吃就吃 要不然等盐中来临的时候 上面的叶片都会被冻坏的 但是根部会留在土中 第二年继续发芽 紫花梅豆角 永远是秋季的最爱 已经整整吃了两个多月了 虽然经过几次轻微霜冻 还是在不断收获中 今年的佛手瓜 姗姗来迟 现在才开始收获得多起来 虽然这个是带刺品种 但是嫩的时候 刺其实挺软的 只要削掉表皮就好 对佛手瓜还是一知半解 有的年份收得好 有的年份收得不好 总之还在不断摸索 这几个朵在这里 不小心都一整长成了巨人了 只能流来做种子了 大西红柿几乎全军覆没了 但是小西红柿还在继续 这个时候也不要等它们在蜘蛛上变红再收获 只要有点变颜色的迹象就摘下来 放在家里会成熟的更快更均匀一些 喜欢这种素生的卷心小白菜 生长时间非常短 并且包心也包得非常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鼻涕虫 对它情有独钟 院子里最千疮百拱的菜就是它了 小水萝卜也都一直在收 渐渐凉爽的气候非常适合它们生长 并且味道也是一流的 多了一些鲜嫩脆甜 少了一点辛辣 芝麻菜阿如格拉 已经成了每天沙拉菜的主角了 带点微枯的特殊香味 非常耐人寻味 生吃熟吃都可以 也可以室外直接过冬 一层小温室下可以继续生长 现在的葱也是非常好的收获季节 这种是大葱 收获之后可以吃葱白 它们不会从旁边分出小葱来 而这些都是我的走地葱 Egypt Walking Onion 因为我几乎都是把小葱头集中种在地里的 所以它们也都是一处处生长的 味道也非常好 这种紫色的油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长得非常硕大 我一般都是采摘周围的叶片来食用 而留下中心让它们继续生长 这是普通的小油菜 长得明显比紫色的油菜要小一些 可以整株采收 也可以采摘周围的叶片来食用 豌豆苗现在也正当时 因为种的比较晚 估计能够吃上豆子的可能性很小了 所以可以采摘它们的嫩尖来吃 做汤清炒或者生吃都不错 芥菜疙瘩是童年的回忆 今年特地种来试试 没想到却成功了 没有舍得摘 先让它再长长 就可以用来做腊鼻子的焖芥菜疙瘩了 Red Russia Kill 羽衣甘蓝 是我每年秋冬必种的蔬菜 现在小苗阶段可以建苗来吃 也可以采摘叶片来食用 还可以等明年春天收获菜柴来吃 非常值得推荐 在我们这边是完全可以过冬的 偶尔成熟掉落的百香果 香气扑鼻 味道酸甜可口 生吃或者整颗泡水来喝 都是不错的选择 枣树已经落光了叶子 但是根部发出来的野酸枣 还继续挂着小酸枣 虽然里面的枣核大了点 味道酸酸甜甜的挺不错 菊花脑茶 菊花脑花开阵旺 苦苦的菊花香味弥漫在空气中 采摘一些泡水来喝 比其航白菊来的更苦更野一些 非常喜欢 蒲公英 这个时候的蒲公英也是鲜嫩无比 整颗采摘用来做小豆腐 或者搓水之后用来凉拌 比较小的嫩叶可以混合和其他的蔬菜 在一起拌沙拉 虽然经过几次轻微霜冻 辣椒还是存活了下来 这个气温条件下也不会有太多的生长了 所以可以全部都收获掉了 金盏花还在继续开放 采摘这些绽放的花朵 晾干之后泡水 或者用来制作润肤油都不错 红花菜豆比较耐寒 现在还有收获 豆莢硕大 嫩豆莢可以炒食 皱立可以储存起来冬天食用 塔菜虽然也千疮百孔 但是还是有所收获的 采摘周围的大叶子 中间的嫩叶还会继续生长 双酱之后的生姜也收了 只剩下这几颗漏网的生姜了 赶紧收获起来 最后菜地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青菜 开始有收获了 物种多样性是我一直追求的种植理念 院子里零零散散大约收获了二十几种蔬果 有茄菜有野菜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非常有成就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再见